今天还是一个非常常规的穿搭视频 这一次的衣服我准备的非常的基础款 OK 开始吧 Zither Harp 这个裤子是我觉得我买到那么多的修身的裤子里面一个比较显瘦的了 我其实是那种非常梨形的身材 最特别绝的就是它可以把你的膝盖到这个部分 修饰了你的腿好像很细的样子 膝盖就往下它是喇叭的嘛 可以遮住你的小腿 其实在屁股这个方面它有一点点的包了 臀形就出来了 所以说你得练 你看我这垮的要练上去 这个地方我不是很满意 就是对自己不满意啊 不是对裤子不满意 就是在小腹的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记得收一收 不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收一收啊 大腿的这个侧面 因为我大腿很肥 是这个黑色的裤子显得比较瘦 其实也没有很瘦 有一个弯曲的 只有这几点我觉得我不太满意 如果要显得你比例好的话 一定要穿一个高一点的鞋子才好看 我比较喜欢这种有点玛丽真风格的厚底的 这套就比较春天 有的那种蜜桃乌龙奶茶那种感觉的 这里面是一个小的背心 是我见到过最像蜜桃色的颜色 这个颜色特别的温柔 这样一搭很简单 很轻松 很春天 穿这个我好想去春游啊 这个包呢是这个样子 这个扣子可以把它取掉一个 你看它就是这种扣子 变成一个单肩包 就像油拆包一样 你看这两边有两个环 后面有一个放东西的 放你的笔记本电脑 可以放你的书 因为它就是一个大书包 而且我比较喜欢它这种款式 虽然不是很昂贵那种 但是至少是整齐的干净的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线头啥呢 这里面还有个小包包 包袋一面是皮的 另一面是这种像安全带的那种 像这个小背心呢 还有一个搭法 就是搭卫衣 但搭好了以后 诶 平平无奇是不是 no 你现在准备怎么样了呢 嘿 街头风 拿快递的时候 动作也可以更加的放肆 这一套呢 就是我觉得很可爱的一套 比较适合学生 大学生啊 中学生啊 小学生啊 都可以的 如果你觉得有点冷的话 可以套一个神灰色系 一个袜子 这是一个小包裙 粉色 不然以前我没有这个感觉啊 我就觉得穿粉色 粉色怎么了 粉色又如何 现在的话一看到粉色 或者是我一穿上粉色的话 我就会想到那句台词 粉色娇嫩 你如今都忘了碎了呀 心里一震 但是这条裙子 我为什么一直坚持到现在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设计 真的是太可爱了 一直都没有丢 这是好多年前的一条裙子了 而且它的做工很好 虽然也有线头什么的 但是它把你的屁股的肉包的很好 来看一下最可爱的是什么 它设计的这个小鲨鱼 它这个小鲨鱼呢 它是可以吃进去的 可以把我的手吃进去 还有它这个粉色 也不是特别的俗气哈 这个粉色有点肉粉 然后这灰色配起来挺好看的 就是说我一直没有抛弃它 也一直以它为我减肥的标杆 就是说能穿上这个 我就证明自己还不错 哎穿不上那就是 哦吼 里面的话是配的一个小吊大 这个吊大的话 胸比较大的姑娘妈妈就注意了 会显得你胸更大 但是胸不大的呢就很开心 就可以把我们的胸也显大 但是腰也会显大 哈哈 这一套就非常的简单 一个T恤 加一个牛仔鞋子没换 牛仔裤也是有点喇叭型的那种 我就喜欢喇叭裤可以把腿显得很长 修一下你的腿型 我就不慌 因为我穿有些牛仔裤非常的肥 这个腿 我的天这个根啦 哎呀 最好的就是这个衣服一放下来 哎 全部遮掉了 没有了 是最好的开心 我比较喜欢这个T恤呢 是因为它的字 它是熬夜俱乐部 很适合我呀 如果你比较喜欢这种偏中性化的包的话 这个还蛮好看的 MORE ENCO 它的那个男士的一个包包 我是双手按的时候看到它打折 很好看 我就买下来了 前面真正就是安全带的那种 这个衣服晚上是有点荧光 但是不是真的是光芒万丈那种啊 就是有一点点荧光 还蛮有特色的 你喜欢吗 不喜欢 那还有下一套 如果冷的话 你可以在外面加个外套 娜娜娜娜娜 我是个男孩 我想谈恋爱 公装啊 很好看 自己夸自己 我没事穿搭的时候也夸夸自己啊 别老觉得自己丑啊肥啊 里面也可以画啊 如果你嫌刚才那个比较直男 那你可以选一个短T 纯白的 叫干扰纹 大圆领 可以写你的腰腰 但是呢 你的屁屁也会露出来 很难两拳 所以啊 一定要选一个版型好的裤子 裤兜的地方 不要让它凸起来 可以自己配个外套 或者配一个这种包 便宜的 100多块钱的 小腰包 还要说一下 这个是自己跳去的 成立的游戏 比个新 自己可以DIY一些 就显得很与众不同 Special Special 这个包名字叫曼哈顿 淘宝100多啊 今天我们就是基础款 基础款专场啊 而且今天全程我没有头 这裙子巨便宜 如果你是胸部比较大的女孩子的话 就可能会露出来这个地方 它这个特别的显身材 你看 这细节如果要求很高的话 这个衣服一点都不适合你 因为它肩部和胸部这个地方的做工 非常的奇怪 让你觉得很难受 你看它这个地方真的 最适合的就是买来拍照 它是军马的 可能和你的胸不是那么的贴合 这也会让人觉得很难受 穿这种裙子的时候 我比较建议大家穿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这种的素身衣啊 和你不穿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这种素身衣的话买贵一些 像这种朋友推荐给我的 但是我觉得非常难穿的一个 还非常贵 买上来都差不多快500块了 我穿它的概率非常低 而且我觉得超级累 相对于来说 我觉得这个好太多了 而且它有一个包屁股 就可以收臀这个地方 非常软你看嘛 然后穿起来也不会累 而且这个弹性也很大 还蛮好的 这些就是我穿这件衣服的体验感 这一身穿搭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这条裤子 像黑白灰这种颜色搭配的穿搭 只要你不是太夸张的款式 看起来都非常的简洁舒服 然后不会出错 像这种短T恤的话 你在淘宝上其实很好找 只不过它很多款式 它这个领的高度啊 还有什么的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注意这种 这种穿搭非常格式化风尘式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全都是纯色 没有任何图案 黑白灰或者是黑白中带一个彩色 就非常好看 高腰裤 短T恤 大外套 一目了然的工程师 只要你把它get到的话 你随便怎么搭都不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喜欢西方外套的小伙伴来说的话 黑白灰算是最经典的了 彩色的外套的话 我可以拿一些来专门讲 像这个灰色的西装 它这个灰度是刚刚好 有点铁灰色的那种 再加上它的做工很不错 就是不会有什么线头 非常工整 最平常的那种内衬 然后它的扣子是这种 也不是很贵的那种 所以它的价格也是一般 接下来这个的话 就是我买到的比较贵的一个西装了 这个价位会高很多 它的一些配件的话会更高级 而且更符合它整个西装的整体 它里面这个内衬比刚才那个好一点 它为什么贵呢 还体现在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扣 就是它用走线去固定了的 那这边呢 它是没有管的 你必备的一些外套 小西装 棒球服 风衣 都尽量的选一款 稍微价格天上的 但是能够一直一直穿的那种 这才是真正的最省钱的方法 前提是它百搭 所以说你在挑选的时候 款式啊 还有各种做工 一定要经过神思熟虑 才去付这个款 OK 这一期视频呢 就这样结束了 Mia快过来 今天的一些穿搭的 不管是衣服裤子 还是包包 我都会写一个清单 在留言区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口红的话就是用的这两只 这个颜色真的超级好看 对了 还要给你们分享一个 夏天无肩带的内衣 好多人都私心问过我 我电脑里面 应该还有以前的一个素材 就是我测评那个无肩带内衣 我发觉都非常不好用 然后今天我穿的这个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我给大家看一个大图吧 如果说是看局部的话 就有点色情 这个样子的 它的那个袋是扣在前面的 它就是为了固定 然后防止你的胸部往下滑 后面的是这样的 这个的话 它上面就是一个这样的 它侧面就是这样包住的 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刚才我使用的 就是可以用它来夹住你的衣服 让它变成短款的 除了要穿乳贴的话 我基本上就会穿这款内衣 因为有些裙子它背后也会露出来 所以说这个背后是可以露出来的 后面那个连接处 还有那个底围什么的都可以露出来 它不适合穿那种背后是露背的 肯定不能穿 就只能穿主题 今天这个春季穿搭的 就内容有点杂 基本上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觉得再过几天的话 我就可以穿出去的那种衣服 没有一个主题 但是基本上款式都比较简约 OK 接下来的视频 还是偏穿搭首饰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希望你们喜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个清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